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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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是公園 後巷 還是路邊 都成為開餐的地方 食市全日禁堂食的措施 星期三第一日生效 有職業司機說不方便 我平時就坐在餐廳吃 現在就不給了 做個早餐 今天都不給 額著要買案外 自己坐在車吃 很不方便 真的 未想出街吃都不可以 我覺得是應該這樣做 因為是疫情問題 對大家都好 就算公司不方便 自己買麵包 或者在家吃 自己想辦法去面對 現在這麼厲害 我覺得始終都是要的 有得有失落沒辦法 大家健康好 有連鎖快餐店 在收銀旁邊設立外賣令取處 並圍封原本堂食的範圍 也有食市選擇暫時停業 香港餐務管理協會說 茶餐廳主要依賴堂食 單靠外賣的幫助不大 期望政府向業界推出更多紙困措施 除了食市全日禁堂食 星期三生效的 還包括將強制市民戴口罩的口罩令 擴展至所有室內和室外公眾地方 而禁聚令的人數限制 亦有四人收緊至兩人 東網記者何子浩報導 去到昨晚確診個案的數字 就是118宗 其中有五宗是輸入性個案 有三宗都是海原 有兩宗是菲律賓過來 一個是印度過來 另外還有兩位其他人士 一個是美國過來 和一個是埃塞俄比亞過來 另外其他相關的個案 大概有67宗 和其他個案有些相關聯 剩下的46宗 就是重要調查中 在相關聯個個案裏 大概有54宗個案 在家裏或者和朋友相聚的時候感染 有其他的個案 就是在工作環境 或者是診所 或者是之前報告過的食肆 老人員等個個案 提一提的就是 在夏璃聰的中醫診所 都有多一宗個案 個案編號是2919 庫林的聚餐都多一宗個案 就是2932 另外在康和胡魯縣都多了六宗個案 有些是檢疫中心測出來的 有兩位是照顧員 有四位是長者 另外堅城的群組 都多了四宗個案 另外上水的豬場 都有之前說過的初步確診個案 其中一宗就是確診了 另外我知道食環署都有兩位 是初步確診的個案 要等待我們的發言所再確診 另外在東華三院寶中全英安老院 有兩位護士同事確診個案 我們正在安排幫他們做一些檢測 暫時未有院友確診的 另外我們也有一位護理員 在塞馬會屯門盲人安老院工作 我們正在安排院舍的員工和老人家 看看如何可以取回樣本 另外我們也收到消息 有個初步確診的院友 就是在李正屋順寧道那間景福護理院 今天下午同事就下去看看環境 看看有些情況 我們也知道那裡有四十多位 那個老人家 還有二十多位工作人士 其中也有幾位 現在去了急症室等候測試 因為他們也有不同程度的病症 馬加列醫院有四名同事 昨天初步確診 這四位同事都是支援服務員工 第一位同事是在馬加列醫院 黎景大樓的康復病房工作 他是負責照顧病人的 他最後一天上班的日子 是7月24日的通宵間 他在7月23日其實住過我們醫院的宿舍 同房間的另一位 亦都在同一個病房工作的支援人員 亦都剛剛初步確診了 同一個宿舍病房裏面 就有另外六位同事 就會被列入為密切接觸 就需要安排檢疫 另外也有十位同事 分別跟這兩位同事一起吃過東西 所以都會被列入為緊密接觸 亦都需要安排檢疫 這兩位同事工作期間有戴口罩 暫時沒有病人被列入為緊密接觸 至於第三位剛剛初步確診的支援服務員工 和剛才兩位同事在同一個病房工作 現在我們的同事都還在接觸追蹤 現在那間病房其實我們已經停止了接收新證 亦都同時暫停了出院 醫院會密切監察住在那間病房的病人 和職員的健康情況 另外第四宗初步確診的個案 她是一位在總留科專科門診工作的支援服務員 她最後一天上班是7月27日 她工作期間最主要的工作是幫病人量度血壓 那些維生指數 她上班的時候是有戴口罩 沒有病人和職員就會被列入為緊密接觸的 我們有兩位共產黨診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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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starting this morningby talking at length abou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malign activity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and indeed all around the world the United States communes Australia for publicly condemning China's disinformation campaign and insisting on an independent review into this virus' origin Turning to Hong Kong our nations have both denounced the CCP's violation of its own treaty promises and the crushing of Hong Kong people's freedoms The U.S. applauds Australia's decisive response to suspend its extradition agreement and extend visas for residents of Hong Kong in Australia We reiterated our commitment to holding states to account when they breach international norms and laws as we have done and will continue to do so in relation to China's erosion of freedoms in Hong Kong We don't agree on everything We are very different countries We are very different systems The relationship that we have with China is important and we have no intention of injuring it but nor do we intend to do things that are contrary to our interests and that is the premise from which we begin in the U.S. 除了是人間天堂 亦都是社企雲間一族 搭建的龍舖自如花園 龍舖位於葵方新都會廣場的平台 組織各種各樣的香草 舒緩內訪都市人的神經 我們這裡種了40多種香草 其中一種就是迷蝶香 迷蝶香可能大家接觸的時候 大部分都可能是在吃西餐 或者是燒烤的時候 會放一些迷蝶香出來 出一些香味 除了迷蝶香 龍舖也種植了百里香 幼燉草 還有其他蔬果 好像是冬瓜和花生等等 你或者又會問 為什麼在商場裡面會有個龍舖 我們身處的城市當中 其實有很多限制的空間 是沒有辦法 或者是未被善用的 包括了天台 或者一些露台 一些地下的限制的地方 其實如果我們可以 發揮少許創意 把它轉成一個可能原譜的形式 來吸引大家一起參與種植 參與城市的陸化 這個是否可以嘗試的東西 當初是一個簡單的想法 為了實踐想法 團隊到處去玩食用的限制空間 又找來本地老虎幫手建立原譜 經過五年的努力 團隊至今都在全港各地 建立超過60個都市原譜 在附近的市民可以落手落腳 享受田園之樂 亦都希望大眾可以找回和大自然的連結 當食物本身已經成為一種工業的產品 或者的時候 我們跟他們之間是有關係斷裂了 於是我們就看回了 我們怎樣可以好像空降師一樣 即是散兵一樣 空降在城市當中 使得這件事在城市的 無論是城市人工作的地方 搬灑的地方 居住的地方 可以爆發出來 然後再跟新界的農夫 農友 大家一起緊密地連接 東網記者一場採訪 東網想你看 新生佐賺分任務 每日簽到和閱讀指定新聞 快點下載東網APP 一邊看新聞 一邊賺到更多OM.CCPOIN 盟取豐富獎賞